詞・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下面我們就要進入到第三章 第三章就到平安時期了 這樣一路講過來 日本畫了一個演篇 到平安時期的話 各位就可能越來越有興趣 比較有印象 這個章節 其實我們 這個章我們會介紹很多 第一個是 還是延伸出來 就是平安時期的這個佛教 那提到佛教的話 還是中日的一個關係往来 是不可破缺的 這裡面其實有兩個人物 大家很清楚 一個是醉成 一個是空海 那是醉成跟空海 他們都有到中國去取經 那回到日本去 他們各創了一個宗教 一個是天台宗 一個是真言宗 也就是日本自創的一個佛教系統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還是一樣 平安 我們第一個聯想畫一個等案 就是還是貴族 我們現在一直講到的這些文化的一個要素跟文化文明的演變 其實都跟貴族息息相關 應該說到這個時代為止以前跟平民沒有什麼關係的 平民是玩不到這個東西的 可以這麼說 即便有 當然也很少很少 留下的紀錄也不多 那還有一個我們要開始慢慢跟各位介紹 國風文化 國風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 顧名思義這個國是指日本國 也就是說包括遣唐時200多年來 到中國唐朝取經 取過來以後這些應該基礎上是中國的東西 但是日本有沒有自創的文化呢 那如果說有就是所謂的國風文化這個東西 那國風文化是不是完全是日本自創 其實有很多學者有不同的這個角度 但是當日本人他們有日本人的一個講法就是有關於國風文化 我們也要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文學的部分 古典文學的部分可能我們也會稍微做介紹 還有一個是武士的誕生跟地方的這個文化 也要跟各位介紹 在平安時期其實應該有若干的這個武士 有武士這樣的一個名詞出來 可是這個武士呢真正的到有制度化 然後開始有武士的階級出現 恐怕要等到鎌倉時代 那鎌倉的創建的時期呢 很好記 就是說這個1192年用日文來讀 叫做一國 一國出現時那個就是鎌倉時代 然後這個之後有個武士這個階級 開始在日本的社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平安時期到底有沒有武士 就是假設有它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 好我們繼續上課 請打開第40頁 今天我們講第三章 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 還是在日本文化史的古代的這個範疇裡面 這個 平安時代我想各位不陌生 在古典的世界裡面 整個廣義的日本文化可以算是 非常的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我們就按照教材的這個章節 分別來跟各位介紹 第一個提到這個 平安經 在講到平安經之前 上次我們有跟各位介紹 奈良末起的時候 有個長崗經 那現在出現了一個平安經 是這個 在西元 794年的時候 環武天皇 從原來的長崗經 把它遷都 到這個京都的市中心 但是這平安經其實並沒有整個蓋好 這個平安經一直沿用到1868年的明治天皇 遷都到東京為止 這一段時間 在位在京都府的這個京都市中心的一個地區 稱為是平安經 又稱為平安千都 是794年的時候 那麼 京都有所謂的千年古都 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延伸出來的一個歷史 平安時代裡面我們一定要談到的一個 文化史的一個發展 跟佛教是有關聯的 早期我們說佛教其實是 有中國 跟日本 特別是從日本這個國家的角度來講 日本他們是不是有自己的活教 今天我們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兩位人物 一位是醉成 塞酒 這一位人物 那麼 這一位人物呢 他出生在日本的 塞賀縣 應該是現在的大晶 臥子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不知道地點 應該知道琵琶湖在哪裡 日本最大的一個淡水湖 在西加賀縣 琵琶湖 琵琶湖的最南端的那個城市 叫做大晶 在那個地方有個比瑞山 現在各位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 那 這個 醉成他是平安時期的 僧人 最後他 在日本 開創了一個叫 天台宗的佛教 同時呢 他也是 日本著名的一個書法家 那醉成 他曾經在 之前我們介紹過的 這個東大寺 受戒 那麼他也針對 我們介紹過的 律中的始祖 建真和尚的一些 司託 帶來的一些 這個 經典 他也去閱讀 在開創天台中的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七八八年 西元七八八年的時候他在琵琶湖畔 應該不是畔 其實那個琵琶湖 往上看有一個山丘 比瑞山 在比瑞山他自己刻了一個如來佛像 叫做耀師如來佛 然後自己供奉在那個地方 當時建立了一個寺廟 這個寺廟叫做日之三世 這就是日本天台中的根本的一個宗堂 那最後也就是後來的 這個你們就比較清楚叫炎立寺 這非常有名的一個寺廟 那他最主要這個弘揚佛法裡面最重要的是 就是法法一層 這個是有關於佛教其實有很多宗派 他是法法一層裡面 確立了一個他這個佛教體系 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 那他遠跡之後 據說他身上的設立寺高達731顆 那什麼叫設立寺我也不清楚 不過大家好像 這個在陽世的人對於過去的人 這個尤其是燒 現在都是用火葬有沒有 他燒了骨灰以後 這個如果是成火的或者是得道的 在陽世做了很多好事的 聽說設立寺會很多 而且這個設立寺是燒不掉的 越燒越敏越燒越亮 而且很清楚 據說這個有731顆 那如果是真的的話 道型相當的高 據說每一顆他有兩顆黃豆 兩顆黃豆的大小那麼大 所以這個很不容易 那麼比瑞三在最誠的佛教思想的推動之下 非常的活躍 产生了很多優秀的一些思想家 比如說後來之後我們可能會再跟各位介紹 像榮熙 像法然這些人 還有啦 還有一個 這一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在佛教界裡面 每一個宗派赫赫有名的人物 而這些人其實本來都是在瑞三裡面的一個生女出來的 就是曾經去那個地方應該是怎麼講 去取經過的人 這些人物 每一個人都是非常赫赫有名的人 像這個日聯佛教的 後面我們碰到的時候再跟各位介紹 那這邊是不是各位看一下 當然這個是找不到當時的照片 大概就是一個形象 讓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醉塵跟空海 其實他們看四十頁這個地方 就是都曾經坐潛塘時的船 到中國去流血 那麼不過呢 他們流血的時間並沒有很長 大概一到兩年 就回到日本去了 那醉塵是在比瑞三的炎麗寺開了天台中 那下面我們再介紹就是這個PowerPoint的右邊的這一位 各位更清楚了 有印象 叫做空海 那空海他有一個法號叫做洪華大師 那他到中國去呢 主要是去學這個唐朝的密宗 傳承的是金剛界跟胎藏界的這個密宗 所以他的總本山呢 他回來以後 創了一個宗派 叫做新公修 曾延宗 曾延宗 那這個是在高野山的金剛風寺 金剛風寺裡面 那其實都是屬於這個密教的這個系統 所謂密教就是說密碼顧免示意 它不是完全公開的 也就是說你想要得到 該宗教的一些教義 要得到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進去 你必須要進去 你不進去的話你可能不知道 那這個佛教裡面的這個密教 也是有非常怎麼講 就是興盛的一個空間就是 那空海本身 他就是這個曾延宗的這個開山的祖師 另外要提的就是他的書法 他的功力是相當了不起的 他被稱為五筆和尚 12345 五筆和尚 那麼跟這個 Saga天皇 然後還有一個是 橘玉士這三個人 被稱為是日本平安時期的三筆 三筆 那這個三筆 尤其是空海 他其實有受到中國非常有名的 蘇法家的一個影響 比如說王羲之 比如說顏真卿 這些有名的蘇法家的這個影響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到 天海跟真眼這兩個宗派 是由這兩位高僧到中國去取經以後回來 把佛教創了日本的天海跟真眼兩個宗派 那麼把他花樣光大的 特別是這個空海 他其實還做了一些教育的一些活動 比如說我們四十一月最後面那一段有提到 他開設了一個叫做 修基隱 總志願 這個總志願 當時是等於中央的大學 這樣子 那麼這個也算是日本最早設立的 一個實力的學校 那他是一個貴族跟地方豪族的 一個學習的一個場所 各位如果聽到平安這個時代 基本上要有一個概念就是 他是貴族的時代 不是平民的時代 也就是任何比較有關於文明的發展 教育的普及這個部分 都屬於上層的貴族或者是豪族 他們可以接受的 而不是一般的平民 一般的平民沒有這個機會去接觸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學校基本上是給貴族 給地方豪宅他們去學習的 他的目的就是在培養這個官僚 培養這個官僚 這個是他另外一個貢獻 就是 那下面我們繼續看 在紅人爭觀文化這個部分 裡面有一個 講到漢學這個部分 那漢學這個部分 有提到一個在四十二頁的第一段 導述第四行這個地方 八百九十一年 寬品三年的時候 編輯了一個叫做 日本國建在書目錄 日本國建在書目錄 這個我想我跟各位來做一個介紹 這個編傳的人叫做藤原佐世 藤原佐世 那麼這個書呢 是以唐朝以前的古籍 古漢籍去做一個編傳的動作 大概是水草有一個隨字 唐朝有一個唐字 介於這兩個之間 成書的這個時間 然後總共收了這個古籍 就是唐時代以前的古籍 很多總共有1568部 如果以卷數來算的話 有高達17209卷 17209卷 這個是一個書目 這麼龐大的一個漢籍 那麼這個日本把它編出來之後 這個不得了 這個可以說是對於漢學教育 在日本這個文化的發展史裡面 大功一見 很難得的一個豐功偉業就是 那這個日本國建在書目裡面 大概以剛剛提到的隨字 隨草 以隨字來分裂 所以它的結構 它的秩序大概都是參考 這個隨字而來的 大概以四部分裂 所以四部大概就是金、石、紫、極 這樣四部來分裂 大概有40種左右 這個人我想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另外我們再看這個後面有一個本地垂基說 有沒有 本地垂基說其實之前我不斷的跟各位介紹 神、佛、喜和這個概念 那我再做一個補充戳明 也就是說本地垂基說其實是當時代 日本的佛教在很興盛的時期的一個思想 是怎麼樣一個思想呢 就是日本的神道 各位知道 神道他們稱為這個八百萬神 八百萬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多的意思 多的意思八百萬 那很多神的意思 數不完的神 在神道裡面到處都有神 總之這個八百萬神 如果以本地垂基說來講就是把這個神道的神 轉化成為什麼呢 佛菩薩 就是菩薩的化身 就是一邊是日本的神 可是如果轉化成為佛家的講法 這個神等於這個菩薩 這樣可以了解嗎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概念叫做本地垂基說 那麼它們又稱為一個公元 這是一個神的名稱 神的一個名稱 在理論上就是神跟佛具有同等的地位 而沒有說誰在上誰在下 基本上是有這樣一個概念 那佛教的生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提出來這個本地垂基說了 就是把當地的神明改成佛 或者改成菩薩的一個化身 把兩者給他這個地位加以平等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總歸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一直在提的神佛錫合 比如說假設我說何謂神佛錫合 那你應該會解釋 就是我剛解釋的這個東西 何謂神佛錫合 比如說期中考的時候會有問答題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問答題 就是希望各位要能夠去發揮作答 各位還沒有經過考試 我先強調一下 這個問答題的答全部都要用日文作答 不能用中文作答的 其實答案都在教科書裡面 那你可以在我後面都有一些 這個延伸閱讀的一些文獻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其他的文獻來參考看 在不然現在其實網路也相當的發達 去做一些收學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其實還滿有意思 比如說我舉幾個神跟佛對等的一些例子 給各位看 比如說神等於佛 那 這個是日本神道最原始的一個天造大神 那天造大神如果要把他等同於佛教最高階的時候是什麼 大日如來 這樣的一個畫上這樣一個等號 那大概各位就有一個概念 其實很多啦 比如說有八凡 這個在日本最多 雅哈達 雅哈達這個神最多 這個其實是在 祭世這個 應神天皇 那這個是 就可以轉化 這樣子 那比如說雄野也有那個五元 在雄野線 雄野這個地方不是雄野線 雄野的那個原來的日本的神 這種神也可以用這樣子的來做說明 做解釋 那比如說各位知道頭秀武 東造宮是供奉德川家康的那個廟 有沒有 各位如果將來有機會 從東京可以做一日遊 做這個哈多巴史去一日遊到日光 你過 到你過去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東造宮 東造宮也是這個 他也是這個一樣 也是這個權限 那他被解釋為要師 要師如來這樣子 換句話說 如果你信神的話 那麼神道的一些神都有 都有一些神 可是佛教如果堅持說 我們佛教也有什麼什麼神 那相互這個排擠的話 可能就不是很好 那本地垂機的意思就是說 既然你這個佛教是外來的宗教 到了我們這裡來 是不是可以融到我們這個日本這個國度來 如果可以融到的話 我們可以不可以這樣畫等號 那本地垂機說的應該是主張者 他們認為可以 認為可以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學說 那這個學說其實也被很多宗教界 思想界的人士所接納 所以才會出現所謂神佛錫合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修鋼各位去查字典就知道了 修鋼的意思就是相互學習 然後彼此融合 這樣的一個意思 就是說大家不要相互的去排擠 去排斥這樣子 好 這個是42月的最上面這個部分 那下面我想要跟各位介紹 就是PowerPoint這裡面有一個人物 叫スカワラノミジラ 這個人物我想大家很清楚 他又號稱為 ガクモノカミサマ 等於是日本的孔子 我們有這個中國 中國人有カミサマ 這個ガクモノカミサマ是Koshi 孔子 那在日本一講到這個學問之神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スカワラノミジラ 那這個要考試及格 各位如果要考上台大 要到文昌宮去 去把準考證拿去拜拜 有沒有 在日本就是到這個 拜這一位 拜這一位就能考上東大 京大之類的 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那這一位人物是日本平安時代的一個知識人 我之所以稱為知識人 其實他有很多的才華 第一個 當然他是學者 那第二個 他是做漢詩 他漢詩寫了很多 這漢詩的造譯相當的好 第三 他是一個政治家 他是一個政治人物 那他是被稱為 這個我剛提過 就是日本的學問之神 那各位看一下 供奉這個史高 阿拉ノミジラ的地點 就是各位如果到京都去 你就可以看到北野天馬宮 如果你想要看梅花 大概下個月去到京都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天馬宮 這個就是梅花 這個不是櫻花 梅花 因為這個史高娃娜本身喜歡梅 梅跟他結緣結了一輩子 後來他因為職員 或者是官印非常的通達 最後被陷害 就被扁了 所以一扁就扁到福岡 福岡的 九州福岡的太宅府去 達宅府那個地方去 那邊後來也有一個天馬宮 有一個天馬宮 這個天馬宮也是一樣 你十二月或者到一月初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 整個這個寺院都是梅花 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他原來的地方是在京都 那後來才到福岡那邊去了 那他是一個文神 文 我們說有文 然後有文就有武 這一位 板上田春瑪旅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武神 就是跟左邊這一個 這一個呢 基本上就是跟斯卡瓦拉兩個相對照 一文一武的 傳說中的日本的武神 就是這一位板上田春瑪旅 那其實斯卡瓦拉他 我剛剛講過他就是 這個財法是洋溢的 多財多益 所以他當時33歲的時候就任官了 當時他的官子叫做文章博士 文章博士 那有一位天皇叫提福天皇 非常信任他 把他晉升為右大臣 但是這個跟他平行的一個官 有一位姓藤原的叫左大臣 跟他之間是不太合的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個中間可能他是一個職員的 會建議的人 可能受到這個冤屈 不過他就是被貶了這樣子 那我們也知道 時間點應該是在西元八九四年吧 就是他建議說 遣唐使應該停止 遣唐使不要再去 200多年來19次的遣唐使也夠了 當然也就是說盛唐已經衰落 這是一個 那麼日本國內的一些經濟的狀況 也是一個 另外我自己認為的 我覺得這個200多年的歷史裡面 日本人尤其是高升、學問升 還有高級的知識分子 不斷的到唐早去取經 到底他們有沒有消化 這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還沒有消化 我們一直在吞下去 是不是要停下來消化 像那個牛 他現在胡倫吞吞了以後 他有空就反除 大概我自己認為裡面也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因素在裡頭 那他敢建言 比如說這個遣唐使是一個歷史大業 誰敢建議他停止啊 如果朝廷認為你的建議是有問題的話 那就很糟糕 如果朝廷認為你是一個好官 你的建議我接受了 那他就平步輕雲了 總之啊 他就是被貶了 這是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的 那另外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羽多天皇 羽多天皇其實也是對這個 史加瓦朗的密集團的這個提拔 給他很多藥職 非常重要的一個天皇 為什麼 因為他要牽制當時當道的一個 弗吉娃拉席 藤原寺 這個藤原寺是外戚 這等一下我再跟各位介紹 基於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這個羽多天皇其實他是非常重用 這個斯加瓦朗密集團的 那這是一個 那聽說在太宅虎的正殿的下面 是有供奉了他的骨灰 就是他就永眠在那個地方 太宅虎是西日本最有人氣的一個廟 比如說日本人在過年的時候 都要去哈茲末地 他們大年初一哪裡都不去的 哪裡都不去 就是就近的廟這樣子 西日本的這個太宅虎一天大概會湧入 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三十萬的人潮去祭拜 相當恐怖的 根本就是整條高速公路都篩住了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開車 也要去湊熱鬧 篩了一個早上下錯一個交流道 又回到湖港沒有去太宅虎 我印象很深刻 從此我再也不敢去哈茲末地 因為進不了 聽說東京有一個明治神宮 這個明治神宮一天大概有三百萬人一次 大概是日本最多的 就是去參拜的人最多 而在西日本就屬於這個達宅虎 這個是有關於米吉蘭的這個人物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涉政政治的部分 我跟各位介紹一位人物 這一段歷史其實非常的複雜 藤原道長他是平安時代的一個官人 叫公親 他另外有個稱呼叫玉堂關白 玉 就是當時的一個官民 那麼他是這個時代裡面所謂的 我們課本裡面有寫到的這個世間政治 社官政治外戚掌權裡面最代表性的人物 為什麼呢 她是很有名的一個典型的人物 她一家 這個藤原一家立了三個皇后 三個皇后是怎麼樣 太皇太后 皇太后跟皇后都是出於富士華拉克 這個叫外戚當權 然後叫社官政治 也就是說其實天皇的十權已經被她架空了 真正的十權是在藤原家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為什麼她有十權 她用女性 用婚姻這樣子的一種手段 去達到掌控政權的一個目的 就是所謂的外戚掌政 這在我們中國歷史裡面其實也有 我想各位都不陌生 所以這個有因親的關係 所以這個道長他掌握了非常大的一個詮釋 他的詮釋到頂峰的時候 他寫了一首詩 他說此事既無事 這個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這個講話誇下豪語 此事既無事 如月滿無缺 好像月亮這個滿圓滿 遠遠的時候 我的權力如日中天 沒有缺陷 做這樣的一首這個詩 可見他當時心裡面的一個告白非常清楚 是一個權力欲望非常大的一個人物 這樣子 那最後他死掉了以後 就是這個我們講的就是 世間世靈開始沒落了 因為其實他那個整個系統非常的複雜 在這個地方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在這個地方道長 道長 道通在這個地方 講到道通 請各位幫我改一下那個錯誤 四十三頁 平等願 等一下我要講平等願 在平等願的地方有道真nogo 然後賴道 有沒有 這錯兩個地方 道真是道長 道長 就是道長的兒子 叫做賴通 不是賴道 這個改一下 一個是道真的真改成長 一個是賴道的那個道改成通 大概這樣子 幫我修正一下好不好 那接著下來我們介紹平等願 有去過平等願的舉手在座的 還是有同學去 平等願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古蹟 請各位如果有到京都一定要去 在烏子這個地方 烏子 烏子呢 各位知道 你們不知道烏子有什麼 那兩個一定知道 一個叫烏子 烏子 這什麼東西 烏子 非常有名 還有是什麼 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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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旁邊有一條羽字川 那這個地理環境 氣候 土壤都非常適合種植這個茶 所以那裡的茶非常有名 稱為宇治茶 那我要講的是 不是金董吉也不是烏子 是平等願 平等願 各位 如果你家裡或你現在有帶 十塊錢的日幣銅板 你拿出來 我再告訴你平等願在哪裡 還有一萬塊的紙鈔背後拿出來 我告訴你 上面有平等願的湖水印 我們介紹一下平等願 它是在這個平安時代 蓋了一個木造的建築 我們看這個 看起來好像不是木造的 事實上它是已經是在重新修過了 不過基本上有很多的百分比 至少一半的百分比 它是沒有這個被破壞掉的 就是千年的建築物 千年的建築物 這很難得的一個建築物 那通常你進去的時候在 比如說這個照片應該是 就是前面有一個祠堂 有一個小湖 Mizumi 從這邊照過去 而這個是應該是夜景照的 這個進去要門票大概是六百塊 可是你要到裡面去看也可以 要加三百塊 而加那個三百塊你要去排隊 不一定排得到 它可以讓你進到本店的裡面去看 隔了一條 要跨越一條小小的小徑 走過那個湖可以進去 那 據說這個是古代日本人對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個具體的實現 也就是說從佛家的一個講法 其實到最後人得到了以後 要回到西方的這個極樂世界 那它就是一個那樣子的一個思想的一個象徵 這個正確他蓋的這個時間是1052年 現在是2013年 九百多年 九百多年的這個歷史 那麼這誰蓋的呢 這個是剛剛我請各位丁正的這個賴通蓋的 那原來是什麼呢 原來這個平等院是剛剛那一個 一家三後的幕後主導人物賴場的後花園 他爸爸 他爸爸的一個後院 然後兒子把它發揚光大把它蓋起來的 所以這個規模面積很大 相當於今天大概整個宇治地區有二分之一大 都是他們藤原寺的這個個人的一個家產 這個不得了 那麼當時這個佛教有一些是這個 這個末法思想 所以這裡面就是供奉了很多 這個所謂的阿彌陀的佛堂 所以這個平等院的旁邊裡面 另外有一個阿彌陀的佛堂 這個佛堂有各式各樣的這個佛像 很多 你要問我有多少 有沒有上千 我老實不敢確認 但是幾百尊是有啦 每一尊佛像 他的表情 他的形象 造型 完全都不一樣 非常值得去看的 這個不用錢 這包括在六百塊的門票裡面 就可以看了 那比較重要的有五十一尊的這個 所謂的供養的菩薩的像 所以他們稱為叫做阿彌陀堂 那他最 最有名的就是有兩支非常尊貴的象徵 鳳凰 就是在屋頂 兩邊有兩尊這個飛鳥 這個飛鳥是鳳凰 所以這個阿彌陀堂又稱為鳳凰堂 鳳凰堂 所以他們的這個鳳凰堂 是當時代表一個建築物 據說這個鳳凰堂裡面 包括這個 繪畫、建築、工藝、雕刻等等 都有很多是國寶級的 這個藝術作品留在那個地方 那主要就是說 它是木造的 各位看一下這個國寶 這個右邊的這個木造的 這個阿彌陀如來作像 類似這樣的國寶級的這個文物 在這個地方 其實相當相當的多的 所以它的價值是無價的 是價值連成的東西 那麼在1994年 就被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很好記1994年 剛好是咱們台大日文系創系那一年 明年就20週年了 在那一年的時候 平等院就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那麼我剛剛講過就是現在流通的這個十元的印幣 裡面你可以看到一個浮起來的一個圖案 其實那個就是平等院 還有那個一萬元的紙鈔的背後 你可以看到鳳凰堂的這樣一個圖案 可見它是具有代表的大和民主的這個文化發展 非常重要意義的一個設施 佛教的一個設施 我們繼續看第二節是有關於這個國風文化 國風文化是這個歷史文化的一個演變 國風顧名思義就是日本獨特的一個文化 它這個國風的意思是 不希望沾有外來文化的這個概念 就是國風 這個大概是十世紀到十一世紀 以這個剛剛提到的社官政治這個時期 為中心的一個文化 各位知道社官政治其實就是非常專制的 外區掌聲的一個政治 它是一個封閉的 是一個貴族的一個文化 那也因此創造了極為燦爛的 比較純日本風的一些文化出來 往下我們就是要介紹這個東西 這個後面到十二世紀 等一下我們講到叫做政願文化 政願起的這個文化 對不起 願政 願政的這個文化跟這個社官政治 其實是相對的 相對的這個文化 那這個文化裡面 國風文化之所以產生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 我們講到這個 斯卡瓦朗的米吉蘭 他提了廢止這個潛唐使的活動 這是一個 就是說他要去消化 我剛剛講說像牛餵 像牛他要反除這樣一個動作 去消化他的東西 消化出來 經過改良思考的一個學問 一個文化 就變成國風文化的一個基礎 這個時間點應該是 剛剛提的八九四年 日本年號是寬平六年 主要是在擺脫中國的 直接的一個影響 然後看看思考一下 日本自己是不是有獨自的 所謂本土的 或者是生活情感上的 所謂國風的這一些學術 學問 是不是有 如果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把它發揚光大呢 不是老是看別人的 老是從別人那邊拿來 這個是一個背景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宗教的問題 就是剛剛提到的淨土教的流行 淨土教就有這個末法思想 末法思想其實就是 因為各位知道 政爭或者是戰爭的時候 其實整個局勢是動讓不安 會給人類帶來一個心理上的不安 心理的不安就希望找一個寄託 找一個寄託 很多人都是藉由宗教的信仰 來做一個心理上的一個寄託 那這個末法思想就是 當時代的這個背景裡面 出現了一個淨土信仰 淨土教 在這個時間點非常流行 那比如說九世紀的前判 有一位元人 元人這個是和尚 他把這個念佛的方法 傳到比瑞山去 那麼也寫像也有 比如說元姓 這是另外一個和尚 他寫了一個叫往生集 往生 往生各位聽得懂 就是說不要怕 因為人到最後終會往生的 那麼我們如何去面對往生 在生的時候如何去面對他 他有做這樣子一個著作的出版 這個是天台淨土教的一個 極大成的這個佛教的一個經典 叫做往生要集 往生要集 那麼另外當然就是他除了 這個宗教的部分 除了對這個佛教界以外 對一般的老百姓 他也要去普及一些他的淨土的教義 就是說勸大家不要慌 不要擔心 不要亂 雖然是亂世 或者是比較灰色的那種世界 可是我們還是要度過難關 然後請你這個思考 或者進入我們這個教 我就可以幫助你度過難關等等 這樣普及這些教義 所以淨土教的這個信仰 當然在京都的貴族之間 是相當的流行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也影響到這個國風文化裡面的 佛教的建築 佛像 繪畫 這方面藝術上的一個文明的進化 這是第一個 那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 這個服飾 跟建築 那再來呢 我先跟各位介紹 一個叫做 女房文學 女房 其實就是女流文學 女房 其實是當時代平安草時期的一個官職 女房 是一個官職 那這個我們剛提過的這藤原家 特別是這個藤原家裡面主導的社官政治 他們讓女性到了宮內裡面去 也就是說設政 那所以這個要設政的時候 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輩的這個女性 可以做得到的 她必須要很有才華 那頭腦要很好 那麼能夠縱橫一些這個大局 甚至要有一些什麼點字的 也不是一般的女性就可以隨便的入宮 這樣子沒有辦法去獨當一面的 所以這個選拔有才能的女性 進到宮裡面去 是當時社官政治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她吸收精英 那一進來的時候給她的一個官位吧 算是官位 這個官位就是女房 就是女房 女房這樣的一個官位 那她最主要能夠 如果你在裡面表現得好 可以貼近天皇的 那目的就是要讓你貼近天皇 那有一天你嫁給天蓮無所謂 從天皇那邊把權力轉移過來 這個是幕後的 這個藤原家幕後的一個 應該是心數不正的一個目的 但是為了奪權 這不擇手段是一定有的 所以這個女房大部分都出生為 中級的貴族 如果才能出眾的 最後就變成高級貴族 然後到最後甚至就是 這個可以貼近這個天皇 那等一下我們介紹 這個比如說水筆非常有名的 叫青少納言 那是其中一個 還有更有名的元氏物語的作者之一 比較有名叫做子氏步 各位都聽過了 如果你們要到平等院的那個語字 這個語字的平等院 這語字剛好是隔著一條河川 那麼河川兩岸 剛好我做一個說明 比如說這個是語字橋 這個是橋 然後這個是河流這樣子 在語字橋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有無納崎式規部的一個石碑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川 那平等院在哪裡呢 在差不多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那語字川在靠這一邊 其實等一下我順便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到德川時代 再來介紹都還可以 在這個地方吧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萬福寺 這個黃福寺是中國的佛教 林祭宗的一個寺廟在這個地 明朝的 明朝的 這我簡單的點一下而已 這個要講大概要講三天三夜還講不完 但是那個等德川的時候再來講 也就是說各位到宇治去的話 大概非常漂亮的就是這條宇治川 這個綿延大概幾十公里 然後再來就是平等院 那這個地方有這個 紫崎式規部的一個石碑 好 接著下來我想讓各位看一下 也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賈明的使用 剛剛我們一直提到那個漢籍有沒有 漢籍的部分 那漢籍是誰在用的 漢籍是貴族 漢籍是男人的專利 女性基本上是不要她去學漢籍的 但是最後這個在國風文化的時候 出現了這個片甲民跟片甲民 那各位看一下四十五頁 四十五頁這邊就有做介紹 這個我跟上一堂課講到奈良時代 來做一個區格 奈良時代我們有提到萬葉甲民 不知道各位還記得嗎 萬葉甲民這一部分 那萬葉甲民是日本語 這為了日本語的表記 而使用介漢字的音訊 來著名的這個甲民 稱為萬葉甲民 那平安朝時期就用這個在學問的傳播上面 除了剛剛介紹的漢籍漢文的這個學問的吸收跟傳播以外 女流文學出現的時候 同時就出現了甲民 甲民這個東西就出來了 這個甲民文字當然包括 我把平甲民跟片甲民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東西有沒有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殉讀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是戰國策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凱理典 就是日本人 他雖然不會直接讀漢字 不會讀那個音 但是他用日本的這個殉讀 各位看四十五頁的最後段 最後段這個部分 他用殉讀的方法 他就可以了解它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再不了解 就看左邊 把它翻成日文 這個翻成日文的 所以這裡面慢慢就出現了 憑甲民 憑甲民 還有這個漢文殉讀的 這樣一個知識吸收的工具 就跑出來了 那再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 王朝文學 王朝文學裡面 古今合格集 這個古今合格集是905年的時候 有一個天皇叫做 提古天皇 他命令一個叫 既貫之 其實不是他一個人 包括既有責 很多人去編傳的 這個是日本最早的赤傳合格集 赤傳合格集就是天皇要你去集的那個合格集 叫做古今合格集 所以又稱為 王朝文學裡面的一個作品 這是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 這邊可能沒有提到我做一個補充的 就是 1018年的時候還是藤原家 有一個叫藤原公認 公開的公 責任任 藤原公認 他編輯的 那當然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和漢 和漢 郎勇集 其實就是說 是漢集沒有錯 可是他有跟日文混在一起 就是兩個把它混在一起 開始吸收這個知識 在這個歌集裡面 除了我講的前面的一個比較代表作 叫古今和歌集 和歌跟漢詩集兩個剛好是不同的 可以做對照 和歌顧名詩集是日本的詩歌 漢詩就是中國詩 這樣子 我們戲上有一位專長在研究日本漢詩的老師 朱秋柯老師 各位都知道 他就是在京都大學留學很長的時間 大概有10年的時間 就跟著這個非常有名的 那位老師過去學漢詩 所以在日本這個領域也相當受到重視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物語 物語這個部分其實很多 我們隨便提幾個大家都不陌生 比如說這個族曲物語 族曲物語其實是現存最古老的一個假名 用假名註解的這個物語 還有一式物語 這個是歌物語 就是說有歌這樣子的一個異味的物語 然後原詩物語當然就不用講了 是王朝物語裡面最高的一個傑作 那再看看日記這個部分 像這個圖左日記是季冠詩 他在這個托沙這個地方當光 當完觀以後再回去的這個途中裡面 用女性的口吻去寫出來的 女性的口吻用平甲名 用平甲名去把它寫出來的一個日記 然後還有精靈日記 這也是藤原家的 藤原家這個是比較負面的 就是說描寫在生活一些 他比較負面的對生活不滿的一些點滴的 一些日記 那還有和泉四部日記 和泉四部自己在戀愛的過程之中 把自己的戀愛的情節 用日記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個和泉四部日記應該有翻成中文 應該有翻成中文 跟這個原式物語有翻成中文 台大中文系出現了一個世界知名的學者 叫林文岳教授 現在圖書館還在展出他的手稿 各位有沒有人去看 去看的舉手 去看一下好不好 難得耶 日文系然後只有一個 太可憐了吧 現在還在展出 本來是上個月就要結束了 好像非常有人氣 所以應觀眾要求圖書館再展演一次 特別我要介紹就是 《原式物語》這部經典名著 全世界有多種語言的版本 但是林老師他因為小的時候在上海出生 後來跟家人到日本 到日本好像到了11歲才回到台灣來 據他自己的描述 第一志願是填台大外文系 結果陰錯陽查一考考進了台大中文系 但是他的英文恐怕比外文系還好 日文比日文系還好 他是個才女 所以這部最難翻的作品就落在他身上 他把他應該這一輩子裡面 也非常重要的一個工程 恐怕就是這一部大部頭的 這個書的一個翻譯 翻了兩冊 上下兩冊 因為他本身的專長是這個 《六朝文學》 《六朝文學》 各位知道這個《原式物語》裡面 有將近兩百八十首 正確的數字我不清楚 《合格》 好 那你懂日文 請你翻《合格》怎麼翻 不知道 這是很難翻 所以林教授林老師他自己有一套 他的這個學問基礎跟專長 去翻了這個《合格》 據說他在整個稿子還沒有送印之前 要完稿之前 為了求證主人翁 就是主角 他們相關的這個場景 聽說他就跑到京都的宇治那邊 去住了一年 住了一年就會感受到春夏秋冬 四個季節 那麼再去把合格也好 再去把他翻譯的一些 這個表現 文章的表現 重新的review一次 去感受到當時的季節的時候 這個翻譯要不要 這個在做修飾這樣 是非常仔細的 所以各位知道林文樂教授 這個去年得到了我們文化度的一個 最高的榮譽獎 那這個最高的榮譽獎 剛好我那邊有一個 錄影帶 就是介紹他 所以 齊統考完以後如果有時間 放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一個領域大概只有一個 一個人獲得 那這個是很不容易的就是 這個是附帶的 那還有指示部日記 就是指示部在宮中 他當這個任職的時候的一些日記 還有陳曹子 陳曹子就是青少納演的水筆 那日本有三大水筆 三大水筆 除了陳曹子以外還有一個 這個鴨長鳴的方丈記 另外一個是吉田簽好的圖蘭曹 我還在介紹一下 我們日文系有一位老師 他的專長就是圖蘭曹 曹景輝老師 他研究圖蘭曹在國內 在日本都相當有名 是一位相當優秀的 這個應該是後起之秀 很難得 他是各位的學姐 是我們日文系第一屆的畢業的高材生 而且第一屆畢業現在已經升到副教授了 這個後生可畏 這個我看好他未來的一個表現 他其實現在就把圖蘭曹這個部分 跟中國的佛教或其他的宗教方面的思想 整個結合起來 持續的在做他的研究 這個圖蘭曹是很難的 我聽他在念在發表的時候 有時候我聽不懂的 因為這是中世紀文學 所以這個是三大水筆之一 也許將來各位有機會上到查老師的課 查老師在今年開始已經在研究所開課了 所以將來如果有興趣研究這一段的 也可以跟查老師去學習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再倒過來看一下四十四葉這邊 建築的這個式樣 建築的式樣 我特別要介紹 這裡有講到一個心電作理 請電照 就是說因為建築 其實有所謂的本土建築 跟外來的建築 不同的一種建築的這個風氣 但是在貴族 以貴族為生活圈的重心裡面 那個住宅的建築式樣 就稱為 心電作理 請電照 請電照 那麼 這個請電照最典型的 就是我剛介紹的那個平等院 是受到它的這個影響的 那佛教的建築就是受到淨土教 剛好我們講到的這個也影響蠻多的 像這個我提到這個鳳凰堂 也就是阿彌陀堂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平安時代的貴族們 他們的建築式樣 大概就是以這個請電照 為主要的一種造法 其實這個是當時 平安京也就是京都 最怎麼講 現代化 在那個時間點 是最現代化的一個 都市型的一種建築 好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 是怎麼講 跟宗教有結合在一起 如果是時間來講 大概是平安中期 就是十到十一世紀 這段時間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 它到底怎麼來的 後面是怎麼發展的 這個部分的資料不是很全 要去佐證它其實還蠻困難的 所以還有很多這個 到底怎麼建造 怎麼發展的這個部分 還有一些還有待的去突破 所以請電照基本上只能講說 它是平安時期貴族的一個建築 四樣的一個總稱 那麼到後期以後 它的這個請電照的建築 慢慢就有變化了 什麼變化呢 就跟庭園 庭園結合在一起 尼瓦 跟尼瓦 有所結合 就庭園的佈局 會去跟請電照 這樣比較傳統的 和風式的這種建築 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日本的庭園 你們有時候看到有說 這個日本附帶 等等 大概這樣的一個情形 在這個時間點上 大概有這樣的一個區別 這個建築的部分 跟各位做補充的介紹 還有基本上所謂請電 它其實是左右兩邊 做對稱的建築 左右兩邊做對稱的建築 將來還有機會 我們還會碰到 這個很多建築在 這個 我們再找一些照片 來給各位介紹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請電照 不管它怎麼講說 它是一個和風式的一個建築式樣 我總覺得它有受到 中國建築風的影響 但不是總覺得就可以 這個要提出一個證明出來 當然這個是有的 就古代宮殿式的這個建築 對日本 當然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這邊 這個是假名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在假名出現 是比較晚的時期 是跟女流文學同步發展 應該可以這麼說 在這之前大概就是 漢文漢詩比較多一點 這個是我剛介紹的 有關於國文學這個部分 我都講過了 所以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這樣 各位稍微再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是 原宿語有很多 這個 畫 畫畫畫畫也有一種 捲起來的畫 然後 表畫都有 另外 另外 再請各位打開 47頁 我們還有要跟各位介紹 一個重要的 叫怨政 怨政時期 這個怨政 剛剛提過就是 騰元氏透過社官政治 來掌控天下 然後讓天皇的大權 這個失去 架空天皇 這樣一個舉動 長期下來 就會引起地方的豪主 跟比他下面的武士 他們就會不滿 產生了這個不滿 所以 這個 希望就把這個 所謂社官政治 這樣的一個 不是很好的制度 要把它廢除掉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叫怨政 這是一個 把政治從 社政 轉移到幕府的一個 過渡時期的一個政治體制 叫做怨政 因為天皇他讓位以後 他自稱為上皇 天皇讓位了 他稱為上皇 上下的上皇帝的皇 而在怨中執政 在怨裡面執政 所以又叫怨政 這樣一個政治形態 這個是因為皇權 他是為了抵抗社政政治 所發展出來的一個政治制度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教材 在47月的上半段 大概就可以了解了 那 可是呢 這個怨政也不是說 他就沒有問題 本來是社官 那社官是外戚 把天皇架空 那因為好主 跟武士的不滿 所以天皇又把這個權力想要把他搶回來 可是搶回來的時候 他自己稱為一個叫上皇 在怨裡面繼續的掌控 那這還不是換湯不換樣 對不對 那這個跟社官有什麼不一樣呢 還是有他的缺點存在的 所以這個 怎麼講 就是上皇有時候跟社官會是 產生一些弊端 就是好大喜功 那這裡面當然有一些天皇 或者是社官 政治的一個主導人物 他們比如說 他偏好佛教 所以對佛教的 思想的普及 信仰的普及 還有這個建築呢 他就會更賣力的去做發展 所以在大興土木的狀況之下 那個佛式的建築就會很發達 這個就是在文化遺產裡面留下的一些 也算是他的功績吧 那還有一些就是說 其實他們也很相信這個佛教的信仰 所以定期的要舉行這個法會 各位知道嗎 其實現代人也有這個法會 法會的時候要花很多錢的 這個祭天 進審 耗費很多財政 那所以可能就會對於執政者來講 這個財政的部分就會被挖空 所以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瑕疵或者是弊端 比如說買官賣官的這些行為 很有可能也會產生 所以這個 這個願政的時期 它並不代表說它取代了社官政治而走入正土 反而是換湯不換藥之後帶來一些腐敗的現象 所以其實在這個政治的一個制度的轉換的過程之後 這個後來怨政的朝政是腐敗的 所以造成後面有兩個亂 一個是保元之亂 一個是平治之亂 這個亂我想就不再做解釋了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個怨政的一個影響延伸出來的 下面我想有兩個必須跟各位做介紹 一個是武士 另外一個是平治的政權 那麼我先顛倒的講好了 四十七頁 講平治的話 有一個人物必須要提的 這個人叫做平清聖 平清聖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是平安時期後朝的武將公卿政治家 那麼之前提到的有一個亂 這個保元之亂之後 這個平清聖得到後白河天皇的信賴 就開始義軍突起了 時間點是一千一百五十六年的時候 那麼之後還有一個亂 叫平治之亂 在一千一百五十九年的時候 平治之亂打敗了元義朝鞏固的地位 所以他就之後開始升任為太政大臣 就像等於是首相很大的 然後最後隔年他把女兒 把女兒嫁給天皇成為皇后 又回到原來那一套 也就是要掌政的話 把女兒嫁到天皇裡面去 恐怕是奪取政權一個非常好用的手段 這個平清聖她也不例外 所以她後來因為她女兒成為皇后 也開創了她的一個平治政權的一個輝煌的時期 這個台家ドラマ之前才演過平清聖 日本的時代劇 但是收視率不太理想就是了 因為這一段歷史其實不太容易懂就是了 她也曾經講過一個非常令人討厭的話 很霸氣 她說沒有平家一族其他人就沒有辦法生存 你們都靠著我活著 大概講這種話 所以各位就知道她的政權曾經輝煌騰打 但是因為她這個忘我獨裁很過分 所以引了很多這個貴族僧侶跟武士的一個環感 甚至於她對於後來提拔她的這個 厚白河天皇都產生不滿 所以最後她自己有那個篡位之前 當然她最後也是這樣子就死去了 所以這個死去以後她的兵權也被奪取回來了 那這個平清聖據說是死在這個熱病 就是不知道什麼病 應該是一種傳染病吧 據說她的個性是非常的殘忍 凶暴 無情的 所以一直擺脫不了暴君的一個形象 不過獨裁的暴君有時候也會產生一些 對歷史文婦比較有貢獻的 所以她在公共事務方面 她修組了這個人工島 叫在省戶那邊有一個大倫博田 大倫博田博 主要是對於宋朝 就是平市的政權跟中國的宋朝 透過這個貿易船在做貿易 來賺取這個很多經濟 因為他們在戰爭經濟不是很好 這裡面包括有宋的貨幣進來 包括他們穩定經濟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又是一個對外關係的一條路 這個我們下一個禮拜再跟各位來做報告 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上個禮拜上到47月 就是說古代的這個國家 只是到平安時代為止 我們大概今天會做一個結束 那古代國家一直到平安朝時期的一些文化的發展 大概一多多里跟各位做了一些介紹 當然這個文化史的層面相當的廣泛 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在每一個章節裡面 自己再去延伸做一個了解 那上個禮拜我們提到這個院政的時期 武士的這個星期 武士的誕生 以及平市政權的一個星期 這都會影響到整個文化的一個發展 那麼我們這邊還有準備一些 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後期 藤原寺衰落以後 這個所謂的怨政這個時期 慢慢的就去混亂 混亂以後武士崛起了 武士崛起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算是比較有利的人士 叫做平清聖 他是當時最有勢力的一位人物 在平安末期的時候就開始進入武士時代了 雖然我們會到下一章 第四章所謂的連昌時代 才會跟各位講到武士的關係 但事實上武士在這個平安末期 其實已經有存在了 所以最後呢 這個後面出現了一個連昌幕府 這樣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一個 武士本身 是不是天皇的後代 這個有很多這個講話 包括這個皇武平式的戲圖 或者是清和元式的這個戲圖等等 這裡面都有一個參考的一個價值 那這個是平清聖 當然前不久才演那個 所謂日代學期 這個是叫好不叫做 好像設施率不是很高 因為這段歷史確實是第一個比較古老 第二個比較複雜 不過它確實是一個 從古代進入到武士階級的一個過程裡面 日本的一個 不管歷史來講 文化來講 文明來講 發展的過程裡面 它相當重要的 因為這段時期開始發生了一些亂 這個亂會帶來很多文化發展的一些要素 等一下我們也在一併的跟各位做介紹 包括這個岩島神社 靠近廣島這個附近 那麼這個也是屬於平清聖的一個範圍 它的勢力範圍 原藝經我想各位都比我清楚 我就不多做介紹 那最後還有一些所謂的末法思想 就平安中期以後開始有這個 所謂的佛教的觀 也不是說平安中期 而是我個人認為是 所謂的末法思想就是 社會混亂了以後 發現未來 茫茫的 不知所措 到底怎麼辦呢 應該會找一個精神上的一個寄託 這個精神上的寄託 大概佛教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柱 所以擴散到民間 延伸出來的就所謂的淨土教 就是希望來世能夠極樂往生 這樣子一個想法 在一般的老百姓的心目中 其實都有這樣子一個傾向 那這是描述當時的一些亂 戰亂的一些場景 你看到這些圖彙 我們不難想像說 在當時日本人心目中裡面 其實是很不安的 非常的焦慮的 因為這個動盪不安 所以這個末法思想 在這個時期其實是非常的盛行 那這個是中尊式金色堂 這個應該是在叫做 台南人在貧犬這個地方 貧犬這個地方 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各位知道三一地震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 一直整個日本都籠罩在一個 非常灰色黑暗的一種氣氛裡頭 整個日本也好像沒有什麼好的事情發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地震之後不久 假如說要有一件比較振奮人心 比較好一點的事情 當然就是這個中尊式的金色堂 就是平泉式 這附近的什麼古蹟 被這個ヨネスコ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那這個稍微給日本帶了一些震撼 震撼 大家 人心也稍微有一點 覺得這個不錯 是好事 申請了很久 好像是 記得是 去年還是前年 忘記了 應該是去年 才獲得成為 這個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指定 就是這個 那這裡也是描述 人士物語的一些情形 這個叫做 絵巻物 絵巻物 這是國寶 藏在岩島神社 這有關也是鳥獸的圖 這個是牛吧 鬥牛 然後這邊 有一個圖 是覺得很奇怪的圖 青蛙會拉弓箭 兔子也會拉弓箭 這個細畫 細 那各位再看一下這個 特別是48頁這個部分 我上個禮拜好像有一個 要跟各位做補充的 還沒有講到 五四的這個部分 五四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精神就是 怎麼講 中的一個思想的一個體會 所以是日本封建社會裡面的一個很特殊的一種社會精神就對了 五四 五四 日本話 除了五四以外 他們還有一個講法 叫 三無來 有沒有 叫做三無來 那三無來的意思就是 道德規範 這個道德規範其實是跟哲學的一些思想是有關聯的 而且跟歐洲的中世紀所出現的這個歧視的精神也會聯想在一起 所以五四的所謂的道德 慧人除了剛剛我講到的這個中以外 幾乎各位想得到的這個儒教的這個思想的精神 他都在裡頭 包括像義啊 像勇啊 人啊 禮啊 成啊 等等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認為是 克吉 克吉 那麼其實五四一開始要克吉 但是這個很不容易 就是五四啊 他是有武功沒有錯 可是呢 他不能一天到晚把這個五四刀就拔出來 要殺人 這個不行 所以這個是一個修煉的一個功夫 那所以剛剛提的這些美德 他必須要去修煉 而且要克制自己 盡可能不要把這個刀觸鞘 這個才是一個最完美 而且最高尚的一種武士 那對於他的組織呢 是一定要百分之百的這個盡忠 這是他們的榮譽 假如是沒有這個榮譽 那他們應該有進一步的一個所謂負責任 那就是切腹自殺 大概也是從那個地方來 那麼這個 背負著組織給他的一個責任 還有完成責任 恐怕是五四自己對自己的一個使命 應該是對他自己的要求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十啊 對五四來講 如果他真正的是已經到 這個練到一個很 怎麼講 高尚的一個五四的成績的話 使對他來講 這不是可怕的事情 是怎麼樣子 蛇呢 是對他最有價值 他們都願意去做 這樣子的一種 五四的一個觀念 那五四這個部分 我想我再進一步 給各位做一些補充的說明 那其實有一些五四啊 在成為五四之前 有一些是浪人 浪人 也許各位也知道 比如說 我舉一個人物 Yamaga Soko 這個人物 其實本來就是讓人 在 但是他後來呢 成為一個下級的女士 不但成為一個下級的武士 他呢 還是成為一個 冰學的專家 他寫了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東西喔 聖教要入 事實上他其實是批評這個 朱子學的 那在 這個人物當然是到 德川時代 德川時代 那 他批評朱子學在當時代 其實是 大家不太敢做的事情 因為也是患大忌 朱子學是 這個觀學 可是呢 他卻做了 他不但做了 而且 他把自己想要的學問呢 發揚光大 做了一個 最好的一個詮釋 這個是 就是 像 讓人變成 武士的情形 在 這個 後面 都不斷的出現 而且 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種講法說 武士呢 其實是 佣兵 烏合之眾 這也有可能 就是他 並沒有經過訓練 最後呢 是有組織 那給他 養育 給他教育 然後 慢慢的 讓他 能夠 有所了解說 武士到底要做什麼 就是 在這個 佣兵武士的階層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思想 這個思想 其實是很 要不得的 我們講是課級 但是呢 在後面 我們年長講完到 士廷時代的時候 我們會講到 武士的這個部分 出現一個叫做 下課上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這顧名思義 下課上是不好的 就是違背了 這個 這個農理 所以武士到 真正的完成 可能到 德川木虎時代 才開始 而武士到 真正的 如果跟 所謂思想牽扯在一起 他是跟神道 脫離不了關係 跟佛教 也脫離不了關係 因為從神道中 武士道可以得到 忠於祖君 尊敬祖先 這樣子的一種教養 那從佛教來講 從日本的禪宗裡面得到的一些禪學 武士呢 你要淬煉成為一個高級武士 是 在當時來講 他們是修禪 修禪 修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禪學可以讓人平靜 修禪 讓人沉著 讓人不怕死 等等 那麼這些呢 都是從禪學裡面可以獲得的 那另外呢 武士要學佛學 為什麼 在佛教裡面 就是剛剛我們提的五輪 這個東西呢 必須要去了解去修養 而不能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絕對是禁忌 其實我覺得 不管過去怎麼樣 現在未來怎麼樣 這個項刻上這種事 是完全使不得的 完全是違背倫理的一種做夢 當然有很多個案都是很無理的 一些情形 不過我覺得 我可以跟各位講 現在把這個武士的事情先拋開 講一些個案 比如說在日本有史莫 各位看 最近還在史莫還沒有結束 有沒有 那麼你在史莫裡面的過程 有人是很想要去到這個史莫的選手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去 但是他竟然會有招生 那你體重不夠的話 你連入門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招生當天有人排隊 要去蹭體重的時候 旁邊的人拼命的拿那個礦泉水 一直喝 一瓶兩瓶一直喝 然後就踏上那個體重機 蹭蹭看 我記得應該是90公斤 最少吧 那個是最少的 就是說你沒有達到90公斤 所以你根本就 第一關他就不要你了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 平面喝到踏上去剛好90公斤 這個過關了以後出來上個廁所 又變88公斤等等 這是笑話我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就是 很有人熱衷想要進去 進去以後開始就 撒掃停廚 然後去跟著 每天要去切菜 洗菜 切菜 買菜 煮菜 然後吃的話 你是最晚吃的 但是最後還要洗碗盤 洗衣服等等 幫那個大力士他們打點等等 他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遊戲規則的 但是有一天你受不了的時候 因為可能上司對你無理的管理 什麼樣子 個人恩怨等等都有 當你受不了的時候 你出現了一個違抗 不管從語言的 或是行為的這個抗制 在日本的社會就下車了 馬上就要離開 沒有第二句話 就完全不可以 不管上面對不對 你就是不可以抗命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熬過來的 我想這個是有武士的那些 傳統精神的意義在裡頭 這舉凡例子太多了 你可以放到四海裡面去比喻 其實都可以用的 包括職業棒球也是一樣 這個職業棒球 假如是你對於教練 或者是擴級的指導 有所反駁的話 馬上就降二軍 然後可能就退團 不讓你去比賽 然後你可能很歐 你也可能覺得很委屈 但是你怎麼接受 或是你尋求正常的管道去勝出 而不能抗命 這個就是一個 我想基本上武士道的精神 是有關的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武士他的教育 來自於神道禪學跟儒教 這個都有他相關的一個關聯性 那另外武士道大概可以分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這個江戶時代的之前 從這個 我們現在開始要講武士 真正的第四章的 卡膜拉時代 這個時候的這個武士 到摩羅馬寺 第二個階段是江戶時代 那麼第三個階段是明治維新之後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江戶時代以前的 主要是崇尚個人榮譽跟家族的名譽 講究個人的實力 那麼這個所謂的忠誠度 在藏國時代就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就流行的所謂的下課上 主要是提升個人跟家族的政治聲望 這個比如說典型的代表就是 竹立尊士還有明治光秀 我們都知道明治光秀 他引了一個本能勢之變 讓知田信長不但失去政權 而且這個就這樣子毀掉他的前程 大家看好他 可是他絕對沒有想到明治光秀的這個倒戈 那這就是一個武士裡面 所謂的忠的精神的一種體戀 是不是可以去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例子 當然這個例子是負面的 那後面當然我們會跟各位講到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的時候 幕府是為了安町社會 然後他註定了很多所謂的武家的法規 武家的法度 就是這個規定 那這些規定就是忠於主君 不顧這個身家 要知道是報恩的 要客氣的 要面對逆境而不動搖的 要注重內在的修行的 要穩定武士階級的這個倫理常規的 那麼在外面也是要嚴格取締那些 對上不敬的行為的這些武士 把社會帶到一個和平穩定的一個方向 那這樣子的一種人 當然是有剛我提的這個山路塑形 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雖然他批評這個儒教 但是這個是屬於學術性的一個範圍 那麼明治時代以後的這個武士呢 實行的是平等的 然後是廢刀令 也就是說那個刀根本就不可以用 所以武士的地位就被剝削了 那後來發展的是軍國主義 武士大王被提倡起來 他主要的目的 是被強調對天皇的徹底的服從跟敬重 而為日本這個國家來賣力 大概武士呢 可以分這幾個階段 所以經過差不多有十二個世紀的一個發展 怎麼講 幕府結束以後應該武士 其實這個封建制度被廢除以後 武士道在形式上其實已經是被廢除了 可是在日本社會的影響上 或在軍隊的一個倫理管制的一個 一個無形的精神上面一直到現在 其實日本隱約的都可以看到一些 武士道的這個精神的一個存在 這個將來我們再跟各位做一些補充的說明